学习过去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 我被教导不浪费食物 不浪费水 但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 我的脑里有疑问 却没有答案 我曾经认为这是一个宗教信仰 或迷信思想 但我跟随教诲 遵守节约用水和节约食物的规则 虽然不知其中真正含义 当我长大 我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学习 女朋友派对 和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我决定去远离家人和朋友的地方学习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一个人生活 好坏都去经历 而且我觉得独立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但在内心深处 我很想念家 我时常记起我的家庭和学校所教的事 我想追随我学到的 对环境有益的事 但我却做不到 我意识到世界变得有多匆忙 忙到忘记了它的核心价值 我相信大家已经学习过 有关人口增长的知识 平为物种 污染 再利用 及资源回收 臭养成 我们浩劫的资源 我们的地球软化 等等等等 但是有多少人会在乎呢 我们有多少人采取行动保护自然 我们是否跟随我们的教导 尊重我们的地球呢 或那些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缩教 我们不得不通过的考试 我知道你会去好好的想一想 但我希望你能去做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